妳說我光想我自己 妳才光想妳自己 妳才自私 妳看現在這個家 雞杯狗跳的 不叫都是因為妳嗎 突然要我回家帶孩子 妳給我時間讓我準備了嗎 妳給我時間讓我適應了嗎 給了妳六年時間 還不夠嘗試嗎 妳自己說出來話不想笑嗎 妳怎麼還敢說這些 我突然懷孕生幾張媽媽 我的生活發生了一百八十多大轉變 誰給我時間適應了 懷孕有十個月 那十個月不是時間 妳不能適應啊 我一天孩子沒帶過 我零基礎 我們毫無準備妳把孩子給我 妳也沒教我該怎麼辦 不是嗎 是怎麼好意思說出來 妳一天孩子都沒帶過啊 是啊 白天老師帶著 下午阿姨帶著 一週就那麼幾個小時 就那麼幾個小時 不是那幾週 不是那幾個小時的事 那幾個小時已經把我的工作生活 全都給打亂了 對對對 一週讓妳付出幾個小時 就把妳的生活跟工作 全都打亂了 這說明什麼呀 說明妳這六年 過得太輕鬆了 我輕鬆 我輕鬆 這幾年 我拼死拼活的 我為的是什麼 我為的就是這個家 多少時候妳個孩子都睡了 我一個人還在公司裡加班 點燈熬夜的加班 你們安安穩穩的待在家的時候 我 風雨來雨裡去的 我出差我一天一頓飯都沒吃到 我跟你抱怨過嗎 我跟你抱怨過嗎 我這六年來帶孩子就輕鬆了 我每天做飯 打掃衛生 他去醫院妳去過了嗎 我抱怨了嗎 這不是當初我們已經先講好的 這都是妳自願的耶 妳為什麼現在又要拿出來抱怨呢 到底是我變了 還是妳變了 為什麼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一想 聽出來我聽明白 你坐下 你坐下 妳的意思是 我最好永遠是個全職媽媽 就這樣把聖堂帶到高中畢業 那我呢 妳想過我的人生規劃嗎